我们今天本土的病例比较多 有超过200例 216例 时隔9个多月 病例数再次飙破200 出现二位数确诊的县市也增加 除了北北基头之外 还有新竹县加13 以及高雄花莲也各有10例 基隆这边新北某个行政区的 这个有关学校 特别国小的一些群聚 是今天最主要还是有新增的这个案例 那现在也还有80例左右 人属于意料中的一个情形 那是以双北这边为主 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曲线来讲 现在顶多是在一个高峰持平的情况 会不会再往上走我不知道 但是有几个地方 并没有在完全的收敛中 那有几条不明的感染链 所以说现在已达高峰 我不认为 尤其刚过一波清明廉价 南北人潮大量移动 是否会更加冲击疫情 指挥中心表示 未来10天是关键 一再呼吁民众做好健康管理 中央地方政府也正积极整备医疗量能 统计目前全国总床数是10628床 假如平均每天多达1000人确诊 资源将不够用 地方的防疫旅馆再增加 也可以到达15000多 那大概有到1500 如果超过1500 一天的确诊的病人 那可能就会有启动 在家隔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为了确保医院量能 指挥中心表示 轻症患者会尽量安排入住中央集检所 或加强行防疫旅馆 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 则回家进行 同时以防万一 也已经在拟定 轻症回家隔离的SOP 大家先为您的叶宜林 台北报导